大家好 我是孔林杰 那今天呢 我们来上我们商管程式设计 我们的另一个应用 就是所谓的机器学习 那机器学习这个东西啊 当然是这个很夯啊 然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很显然的我们也不可能在一堂课之内 把机器学习的各式各样的重要的事情都跟大家讲 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任务主要就是看 如果我们写python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呼叫一些library 来帮我们对这个资料做一些有效的处理 那甚至呢 我们能不能够很快速的 使做一些这个机器学习的演算法 那因为这个library很集权的关系 事实上很多事情真的是写几行很简单的词试 就可以做到了 那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果然还是一 你对机器学习的原理本身要够了解 不然你不容易驾驭这些程式或是演算法 虽然你不需要自己implement演算法 但是你起码要知道他们的意涵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你对python的基本功要够强 所以你在用这些library呼叫他们的时候 一些里面基本的东西语法规则 才不会去干扰你的这个使用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我们今天总要有个focus 我们有限的时间内最主要 就focus在回归分析 那回归分析这个东西 大家大概需要一些background 可能我们这里是不知道的嘛 所以你的background大概是你学过这个 一般大学部的初等统计学里面的回归 你知道所谓的单回归是什么 负回归是什么 一堆字变数硬变数这样子跑 弄啊 r2p value 知道这个的话呢就很厉害了 那万一不知道 倒也没有关系 你就加减听 那你大概还是会懂一些概念 那么最起码呢 如果你真的没学过 你就自行上网简易的搜寻一下 也就好了 那这个实在是太background information 我们就不教啦 我们assume知道什么是回归分析 ok 那么呢回归这个东西啊 有两个很大的用途 一个呢是它可以做所谓的解释 它可以做explanation 另一个呢是它可以做prediction 它可以做预测 那么这两个东西的做法看起来会很像 可是却不一样 它做法不同 而且呢 这个机器学习在现在这个时代 之所以很有用 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在prediction上面 做很大程度的改进 可以比传统的统计学啊 计量经济学啊 再多提供一个维度上的思考 把它可能会做得更好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流程是这样 前面啦我们会先大概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用python 想要做简单的回归 想要做比较像explanation的事情的话 程式码大概是写成什么样子 用哪些library 接着我们会介绍 哦一般的回归里面 会有这个所谓overfitting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在python里面写程式 如何得显示它 或者是如何得对付它 然后当然包含基本概念的介绍 最后呢就是真的是跟机器学习有点关啦 回归这种东西 我这里有一个这么样困难的问题 那建构一个模型 如何建构一个模型 可以做到良好的预测呢 我们想要做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看一点点 一点点很粗浅的 机器学习的演算法 以及它implement起来了以后呢 我们怎么样子 看看它的成效 那这大概是我们今天课程的目的啦 好